一件事件是我们工厂最新版本的 独狗狗剑 我们新厂早已有了破解攻略 哗啦哗啦出大事 小小一关 做了大剑城脚下 转身三代脚掉我是大拿 不来 夜夜离不来一点交加 明镜生活突然分断如麻 掩护是井 却自有真言 江湖又开始 风云涌现 勇气运气 你家里创意 奇迹 必剧 随便宜亦不现 我不是大侠 照样行走天下 世事为主 明镜影常战友 好奇敌对 夜雨黄昏 白衣柴门 谁在幕后操纵着谁 我不是大侠 一样可别真假 明镜暗剑 眼眸眼眸眼眸 倒也不是笑话 秋 谈花手绿 你心灸 是未成败 风又续看破 一件前起案理座 一次次为一转化 一条条轨迹多断 你会为前任我吧 一短短爱恨情仇 一片片心晓不满 一目目凤华学业 一场场魂牵磨刮 我不是大侠 照样行走天下 不如想看醉我每天 是非不必多问 不是大侠 顺心顺情 我才闯南弯 前往神话 我不是大侠 一样可别真假 八百分钟 还我冬着 嗯 不是我的菜 不是大侠 春风百度快乐 至于你八角共化 这音乐也很确实 我说你不要 就是该地估计 三音乐也说 worth dancing 我觉得可以 vote untuk 游戏 雪 在我 我 好 何妨有你 朱哥哥 你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你 你这个 你这什么味道 着火了 呸呸呸 大清早你没句好话 人家这是全京城最流行的香粉 热情似乎 你看是不是和我很相称啊 朱哥 能不能偶尔正常一点 不正常是你吧 本姑娘这么风韵犹存啊 淹湿魅形的 你却毫无感觉 成天何来柳若熹没把眼去的 首先呢 成语用错误就不纠正你了 我觉得你最重要的就是现在 自我认知非常不清晰 自我认知 什么意思啊 就是呢平常你没事多拿块镜子 照照你自己 如果你这么闲的话 一管那么多事你干嘛不忙在这儿瞎闹闹什么 谁瞎闹闹了 人家不是因为今天一管里没有人想跟你过一下二人世界 什么二人世界 想过二人世界你早说呀 正好我这儿正发生两张大棺楼的票 不如 不如我和朱哥哥一起去看吧 朱哥哥你今天晚上似乎没什么事啊 我今天晚上似乎没什么事啊 我今天晚上似乎没什么事啊 你们两个有没有搞错啊 每次我跟朱哥哥勾搭成肩的时候 你们就出来搅局 是不是嫉妒我们勾搭成肩 举案齐飞啊 别说好了 失火了啊 快躲到我回来了 救你出去啊 失火这个头啊 还不赶紧滚去工作 想救我看工钱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了 早起来吧 谢皇上 刘爱卿啊 闻臣在 早先那神算子用一幅画 画出了观音大道段英雄的下落 那案子是你查的吧 正是微臣哪 臣当时那是力排众议啊 找回了三堂会审 最后才将那贼人段英雄的案子 审得清清楚楚 好了 朕不想听这些 朕问你 那大师作画占卜 是你亲眼所见吗 正是 微臣与刑部尚书孙大人 还有大理寺少卿赵大人 还有西场的汪大人 都在场 当时那神算子 确实是神乎其神哪 将那段英雄藏身之地 那画得是清清楚楚 方公公 臣在 听说那赵大师 是你请来的 可有此事啊 回皇上 这都是微臣的错 臣担忧 这观音大道迟迟未能招捕归案 民心不安 活苦饱受损失 所以 微臣在出此下策 何必这么说呢 现在不是很好吗 抓到了段英雄 又为朕找到了一位能人 是吧 好了 不多说了 请赵大师见 传赵本三进殿 传赵本三进殿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就是那 画出段英雄下落的神算子 不敢 不敢 草民 草民 就是略懂雕虫小技 大师何必妄自斐罗呢 你的本事 我朝中的几位重臣 都已经见识过了 朕今天找你来 也是有一件事想要问问 是 朕 要你画一个人 敢问皇上 画的这个人是谁呀 同舟会 对 朕早就觉得 这宫中不太平 而且朕还怀疑 同舟会的势力 已经潜伏到了朕的身边 所以就有劳赵大师 帮朕看看 是谁在搞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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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们喜武之人的衣服 也如此精致啊 这个只有上朝护卫的时候才穿 平时谁稀罕穿这个呀 要不然也不会都是这几套便宜了你 你们 看我干吗呀 我就不道歉了 反正也不是看我的面子 知道就好 打算怎么歇玩 你想怎么歇啊 那不如就出去玩吧 胡说什么你 老杨你脸怎么红啊呀 真新鲜的 你们俩以前不是一对吗 哪有脸红的 我脸现在红不红 不红 不红 雪白雪白 不要再说话了 你想什么快说 算了算了算 看你那样 我可跟你们说好了 一会你们得跟紧了我 到时候万一乱跑捅出什么娄子来 我可一概推说不知道 还加你们一项偷盗官服的罪名 别废话了 赶紧的快迟到了 皇上 草民 准备做法了 等一下 曹大人 您这是 皇上 微臣想提醒一句话 这个赵本三世法要杀生见血 您贵为九五之尊 又诚心礼佛 我看在眼里恐怕有伤龙体 是不是 遮挡一下 嗯 爱情所言极是 按你说的办法 来人哪 开始吧 开始吧 遵旨 天灵灵 地灵灵 妖魔鬼怪 快显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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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公公 臣在 依你所见 这赵大师作画 可有失手之实啊 贵皇上 这位赵大师是出了名的一画一个传 臣认为绝不会失手 也就是说 这画中的逆党 死罪难逃了 是 即便是同都会逆党 哪怕是官制一品 死罪难逃 好 好 那请 王大人 过过目吧 王侄啊 有什么要说的吗 皇上 臣愿望 这赵大师是你亲手一见 刚才又说 这赵大师作画容易失手 那这问题就是你了 朕说得对还是不对呀 皇上 臣对皇上忠心恶恶天地恶战 可这话 画怎么了 这画 肯定是被人掉了吗 所以 请皇上兵抢 王公公 你这画什么意思啊 你是否事先知道 所画的是谁 才有掉包之说呀 赵大师 皇上 这画 可是你刚刚所画 皇上 是 是 但是 我 我的确 可是我 我 我得受罪 我师父连续作罢 难免伤的元气 讲话支支吾吾的 但是 这画 确实是我师父亲手所画的 那画的可是这位 西长总工 汪公公 皇上 我 正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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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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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的心腹重臣 居然成了同州会的你党 皇上 皇上 这叫朕寒心哪 皇上好直觉 来人哪 在 将王子押入死牢 彻查王府 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皇上 还有 还有 所有王子身边的亲信 通通捉拿 逐一审问 一日起 废弃西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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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过去不是找死吗 万一让我怎么办 我义父已经打入死牢了 你再别着急啊 这件事情很奇怪 我们想办法 问一下当事人再说 我去打探一下 看看这个算命的什么手走 你们看着他 别让他闹出什么乱七 走吧 走 走 皇上生命 干吗 救人 擅闯死了你不要命了 我不需要你管 如果我义父死了 活着还有什么用 想一想都是我的错 我为什么要带着赵本三 去见我义父 没想到竟然害了他 今天就算是以命抵命 我也要救他出来 让开 别打了 别打了别打了贼 你听我说别打了 冷静一点啊 冷静一点 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 说得好 你们再打下去啊 我都懒得进来了 那个混蛋赵本三呢 皇上赐了银两宝贝 然后又跟皇上要了马车 估计一会儿吃饱喝足 就该跑路的 现在人在哪儿 跟我来吧 好像有警官 快 给我看 动一下 灵徒啊灵徒 为时的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和我还施这一手 师父 你这先别说我了行吗 你那话讲不也是受人所托吗 我只不过来个突然换柱罢了 咱们俩彼此彼此 可是你这样 你这样害了人这汪大人哪 笑死我了 你在盗大英雄那边 装神弄鬼的 不是想害曹大人吗 动场也是害 西场也是害 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装神弄鬼的 赚钱比较重要 何况现在 我们又有一大笔钱了 这回 真的可以回家买地 放租子了 师父 你也想开一点吧 我劝你啊 还是享受荣华富贵 比较实在吗 这都是你之前策划好的吧 你 你 你这个孽徒 不 请你见温公公 就不许我见曹公公吗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自从动场的人 带我去见曹公公之后 我就决定 与其跟着你四处奔波 寄人立下 还不如趁这一会拼一下 实话告诉你 这一次曹公公给我的好处 比你这几天的总和还要多 你有点良心的你啊 欣扬的 你个混蛋 你早就知道他们要陷害我义父 是不是 你冷静点 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 我又没有参与你 呸 你信你才有鬼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快快快 忘了 先弄他们了 小 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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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初大哥 小彤能怎么样啊 来不及了 中标的那一刻已经死了 小彤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呀 就凭你还轮不到我们出手 说 在背后耍什么花灯 没有没有 当然没有 我 我 我们 这 其实 我原来就是行走乡里的一个孙岭先生 就靠着给人看看手下 测测因缘 混点饭吃 可是谁知道生意一直不好 这小彤龙 原来他就是个小爬手 我见他可怜就把他收养了 谁知道长大之后恶习难改 还经常的流门窜户 直到有一天 他回家跟我说 他想到了一条 赚钱的妙计 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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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 没见为神忙着呢吗 马上中元节就到了 我再把这批赶出来换点钱 画给你买猪头肉吃 师父 你还画着破纸干啥呀 我跟你说 我找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法子 好 尖烟女子还杀人 这可是死罪 你可曾看清啊 我怎么可能看错 我差点就摸着那之前的东西了 结果 结果硬身上的杨小强就叫过了 快去报官 师父 急什么嘛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 赚钱的法子 人都死了 你还嫌得赚钱 师父 我又没说 要让那犯人消消把外 那杨小强未队前途回了家 我看他心底 其实也害怕得很 只要师父您假装做一场法事 将他的脸给画出来 就说 就说是开眼看见的 老叔 人也抓了 人也生了 咱们的名气也上来了 自然找这么算命的人就多了呀 可是 师父 您还犹豫什么呢 这一本万利的买卖做成了 咱们就可以天天吃那猪头肉了 那既然如此 您为何还要到京城来呢 还不是因为这小弘 他四处去打探消息 打听来打听去 就连县太爷 贪污粮仓的事都打听出来了 那县太爷不肯罢休 然后就追杀我们师徒 我也是没办法 迫不得已 才来到京城 偷闻我表弟的呀 你为什么陷害我义父 刘的 这个事是真不怨我呀 我 我 我见到汪大人的时候 我就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说我就是个江湖骗子 可他说没关系 让我将计就计 他当着我的面 给段英雄上刑 磕了他的舌头 我也是怕得不得了 不得不从啊 不可能 哪来的什么技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我还要半自是假 天打无内轰啊 万万人还说了 说段英雄这个案子 就是为了轰弄朝野 然后让皇上召紧我 等待我到朝当之后 不管皇上问什么 只要我画出朝当之声 左面第一排 穿着紫衣服 胖云脸的公公 就可以了 我确实照办了呀 可 可谁知 这个孽徒 他把那幅画给换了呀 那 那个就不是我们长工的 不可能 我义父不可能 做出这种事情 一定是你说谎 你是不是收了信曹的 什么好处 我现在就杀了你这个 吃里扒歪的东西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胡说 都是你们害我义父的 有什么害不害的 本来就是汪公公挑的事情 若欣 若欣 你冷冷冷冷静点 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 汪公公她当时 当时是怎么想的 那说不定曹公公她 也只是想自保呢 呸 血口喷人 你们 还有你 一起陷害我 和我义父 今天我不杀了你们 我柳若欣事不为人 柳若欣 太可怜了 都给气疯了 赶紧带回去好好关几点啊 杀手呢 跑太快了 而且方位也不准 所以我们没追趟 这个标 好像不是我们任何一家的 这个 是同舟会的标 同舟会 是 是 我 是 是 这 老臣告诫皇上 皇爱卿啊 受苦了 皇上 言重了 老臣是千古罪人 担当不起皇上对臣的厚爱 朕说你当得起 你就当得起 来 皇爱卿 起来吧 谢皇上 朕有件事要你去办 是 叔叔 救我 叔叔 叔叔 dos 快看 车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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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大人 大人 快 大人 救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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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那个人是我爹 可是为何义父也在 是梦 应该只是做梦 宝宝 乖宝宝 宝宝 乖宝宝 你俩 宝宝 乖宝宝 妈妈带你去玩好不好 我们去玩什么呢 去飞好不好 飞呀飞呀 好不好玩 老板那是咋回事情 飞喽 这你飞了 赶紧去 吃了赶紧走啊 不是老板们就是个普通女人抱的个女娃娃嘛 有上一次你要 女人 客官 你不知道啊 哎呦 都是这么打电话啊 哎呀你不要吓唬小娃娃 快走 快走啊 你干嘛发喊喊喊喊呢 你不由命啦 鬼呀 不是 老板 老板怎么签喊喊给了 这咋回事情 你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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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了 醒了 李洛欣 我问你 昨天欠的黄金怎么不见了 什么太爱的问你 我跟你说话呢 来 多次一举 下次放哪儿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多交流一下能死啊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姓杨的我告诉你 我柳若欣就算是没有了西场 正样可以自己吃自己挣 用不着你假惺惺的献殷勤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帮个忙 你这么好心啊 怎么不让你们家曹公公 别瞎那么重的黑手啊 汪公公的事情我也很遗憾 不过她 算了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 别在那儿猫铺耗子家慈悲了 姓杨的 你给我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你的事我不爱管 我的事 你最好别再杀手 柳姑娘 你说这柳姑娘怎么会不高兴呢 她不一直那样吗 整天掉张脸 跟谁钱她两掉钱似的 不应该啊 刚发了月钱 而且你还破天荒呢 多加了五十钱的过节钱 应该高兴才对啊 没文化 比喻比喻懂吗 女人嘛 一个月总有那么二十多天 心情不好 女人 女人呢 好 烧烟不燥 烧烟不燥 是我 照不住 为什么不敲门 我敲了 我敲了好几身 你都没反应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我能出什么事 等会儿 看我干吗 柳姑娘 你脸色不好看 是不是身体不适啊 既然都看出来了 我身体不适 那你还不赶紧走 那哪行啊 我是大夫 专治各种不适 来 让我给你拔把脉 你不拔脉也行 其实呢 你不说呢 你这个症状 我也大点心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每个女人 每个月总会有这么几天 你不用担心啊 懂个屁 行 我连个屁都不懂好不好 但你别忘了 我陪了安安那么久 这安安 每个月情绪一长的时候 可比一般人长了好多天 跟你现在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我和老朱呢 对她这种特殊人群 是边长莫及束手无策 但对你这种正常人来讲 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放心好了 胡说八道 你给我出去 我哪有啊 你看 没错吧 情绪暴走 还有暴力清新啊 我懒得跟你啰嗦 趁我没发火之前 你最好赶紧走 冷静 冷静 咱放轻松了 柳姑娘 来来来 给我给我给我 给我给我 你放心 每个女人呢 总会有那么几天 心情比较忧郁 你放心 我给你开个方子 包吃包好 淑地当归穿凶 姑娘佳佳的怎么那么大力气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完了完了就快滚 你 对了 晚上有中原灯会 要不要一起去看灯啊 乱一下 你快点快点找你半天了 干什么 折元宝啊 这些都是给自己家里人的 多折点肌肤 没想到我的暗暗 不但聪明可爱 还这么有孝心 这师父师娘 权下有知 肯定会感动得不行的呀 你别瞎说啊 这些是给我爷爷奶奶的 那师父师娘呢 他们不缺钱呀 你懂了屁啊 爷爷奶奶有了 爹妈不自然就有了吗 少废话多干事 想救我扣女工钱啊 老叔 你发没发现 最近咱们医馆里的女人 都不太正常 你说是不是装人别道了 阴气太重造成的 我也觉得挺诡异的 你小心点 你快点 我没说什么嘛 我真的不太正常义了 不太正常义了 不太正常义了 好呢 我妈佩暗 我��女儿 我ommes姜 好 纸钱也烧完了 铛饱也送完了 现在可以开开心情地去玩了 耶 好 肚子好了 好 肚子好了 杨雨萱你去买俩上面吃吧 来来来 来来 走走走 好 走走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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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 祝贺 你快看 你快看 走 走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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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哥 你看啊 这是我从小就买来玩的东西啊 给你戴上这个 这下还真成猪大夫了 你看 我戴上这个是不是显得很鹦鹉啊 是挺适合你的 要不你就一直戴着吧 我看你还顺眼点 再给戴一个 好呀 好 你看这个 你戴好不好 我当然要跟猪哥哥带一样的了 你看我们俩是不是很配啊 你看 直死凉霄佳节 清风徐来 多么浪漫 我们新去月下品酒 再去河边小酌 吹吹风谈谈情 才不枉费了今晚的月色呀 越来我什么好看的 庸素 朱哥哥 朱哥哥 至此凉霄佳节 清风徐来多么浪漫 我们可以先去月下品酒 再去河边小酌 吹吹风谈谈情 才不枉今夜的月色啊 不去 朱一平 我现在以天河医馆老板娘的身份命令 你必须陪我去 不去扣你工钱 不但这个月扣 下个月扣 下下下下个月 还要扣 咋说吧 老板 咋 老周 又花花了 咱们一起过去看了吗 花花有什么好看的 幼俗 自个儿去 去脱去吧 来 热心 赶紧吃 吃完咱们赶路 谢谢爸爸 若琴妹妹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大伙儿都在找你呢 找不住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 有啊 在哪儿呢 这不到处都是吗 今天周园节都出来玩的吗 我不是说他们 是穿了一身白衣服 带着一个猫脸面具的孩子 那个倒没看到 不过 难得妹妹你喜欢孩子 没关系啊 赵哥哥我可以帮你啊 咱们择日不如壮日 马上不见亲戚之行 你这只手艺不想要了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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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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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她略有不适 先回去了 我说这杨雨萱买商品 怎么还不回来呀 回来什么呀 好不容易把她支走的 好不容易来 未未新鲜人等了这么多年 难不成你一样玩那个 都多大了 还玩这个 太幼稚了 刚才我提出来什么 是谁在旁边出的搜主意啊 我那有经典子好不好 这么多年从来没在茅厕玩过 肯定也刺激 别太好了 今年终于不是我当冤大头了 咱们赶紧安排一下啊 那个什么 我没事 三个甜的 两个咸的 三个甜的 两个咸的 老杨 等等 我先上到厕所 等会一下 一会儿一块儿走 什么问题啊 好呀 疼我疼我疼我疼 安排 疼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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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你 你们有鬼 笑话 有鬼 我去看看 哥哥 你小心点 笑话 有鬼啊 我看你是吃东西啊 有鬼 我打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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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鬼 逃死吧 妈 妈 妈 有鬼啊 你放心 就算是真的有鬼 我要把他头拧下来给你下酒 爷爷来了 鬼害了 他这回演的 怎么想我 他今天太投入了 鬼呀 回去要不要给他帮个奖啊 不问题 我是说脑子 我是个大夫 又不是神仙 我不知道他种的是什么毒 我怎么能随便开药呢 这就是春风镇 电影型的贵儿子 你干吗 你说的宝宝是不是他呀 你到底是什么 从哪里来 这个味道 好像彤彤来医馆的第一天 也有这个味道 你 你 那我 你 有这个味道 有这个味道 有点 我的味道 我 你 太后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爱意消失梦见 阳华断残 今首歌笔记脚长短 心愿声音如花绚烂 一夜千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